我们 从戒贤大师的因缘果报来探索 这个长期记忆的问题 那他的核心议题就是说 这个记忆储存处 他必须储存在哪里 可以从过去到现在 乃至未来可以完整保存 从佛法的角度来探究 是不是可以找到这个永久 储存记忆的处所呢 跟科学家的发现 是不是可以互相有关联 而让大家慢慢了解记忆的全貌呢 那么透过玄奘大师所造的成为试论 以及八识规矩诵 我们这里来探究 成为试论是古今中外研究生命心理学的旷世巨作 八识规矩诵是成为试论的总纲 概说有情生命心理的结构内容 在八识规矩诵的一到三识中 讲 眼耳鼻舌身的感觉器官 眼耳鼻舌身这个感觉器官 可以有眼视耳视鼻视舌视声视的心理结构 在四到六识就讲到有第六意识的心理结构 七到九识再讲 第七识又叫做莫纳以及易根的心理结构 十到十二识 是在说第八识又称为阿赖耶识乳癌症的心理结构 那这前七识的心理功能 我们待会会说 第八识在成为识里面 怎么说呢 他说出能辨识 大小圣明阿赖耶 此识具有能常所常直常异固 能常所常直常 有时候说为能常所常我爱之常 那如果就我爱之常来说 是第七识意根 他指第八识为字内我 叫做我爱之常 那我们今天先不谈这个我爱之常 光就阿赖耶识具有储存记忆的功能来说 以现代的语言来说 阿赖耶识具有能够储存记忆 是储存记忆的处所 而且可以储存记忆不舍的功能 因此呢 在玄奘大师的八识的心理结构里 我们可以慢慢归类出来 记忆的结构 记忆储存的结构 第六识呢 它是分别认知记忆与提取 第七识是借源大脑的记忆通道 令第八识留住所藏记忆的内容 第八识呢 第八识呢 就是记忆的储存处 一般我们认为 较好的学习状态要有五道 有些是眼道 耳道 口道 鼻道 心道 那么 意思呢 借由前五识的辨识 对环境资料进行选择吸收 再加以归纳分析 判断 统计等等的 就形成我们所说的记忆 以便呢 后来可以提取使用 可是 光是意识想要提取记忆 如果意跟所借源的大脑记忆通道 一时无法让 第八识留住意识所要的资讯的时候 那么意识也无法知道 譬如说 我们有遗忘的现象 遗忘的现象是说什么呢 今天意识心一直在回想一个 二三十年没见的老朋友 可是一直想一直想 还是想不出来 想不起来这个老朋友长什么样子 叫什么名字 想了很久 想不出来 那过了一段时间 意识完全没有去想了 这也叫遗忘嘛 可突然有一天呢 一个念头冒出来 啊 我知道了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他长什么样子 诸位有没有这种经验 有没有 有这种经验 好 好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意识虽然没有在想了 可是第七识 莫娜把它放在心上 他就 终于有一天 令第八识 流出 意识所能够相应的 意识所想要知道的资讯 这时候意识就 回想起来了 也就是说 我们什么都没有想 意识都没有想的时候 会突然有个念头冒出来 这证明有没有第七识 以及第八识的存在 所以不能够离开第七识 以及第八识来谈记忆 好 那又比如说 今天意识都没有在想 这个 这个几十年没见的老朋友 都没有想 也叫做遗忘 可是有一天突然在某一个场合 他看到一个人 他马上就说 我知道这个人 他虽然有点变胖又变老 可他长相跟以前差不多 他就是我以前的小学同学 而且他叫什么名字 这个是因为 意识可以藉由这一识的资讯 让第八识流注出这些 事情的影像 让意识已经忘记的一些事情 物品 人民等等的 流注出这样的记忆内容 就让意识回笑起来了 所以如果 我们今天认为 大脑是记忆的储存处 那只要这个储存器一旦损毁的话 记忆就会一失永失 不可能忘记了又可以想起来 所以完美的生命的结构的设计 这种珍贵的记忆资料 不可能有丝毫的损毁 就像现代的电脑科技 也是以保护珍贵资料为最优先考量 也就是说如果主张记忆是储存在大脑的话 那么无疑是对生命的珍贵资料 有个不被保护的糟糕设计 因此记忆不是单独储存在会坏的物质大脑 现代说为脑神经细胞 而是它是储存在永不坏灭的第八式 才是符合珍贵记忆储存的完美设计 从戒贤大师的因缘果报 我们来看长期记忆的研究 长期的记忆储存处 它如何能够跨越无量式的时间以及空间 能够完整保存记忆的内容 以及业种等等来到现在式呢 这样的记忆储存处 它必须有四种性质 第一个是永恒存在性 第二个是不可毁坏性 第三个是不可分割性 第四个是不可变异性 如果记忆储存处不是永恒不坏 可以把记忆的内容 以及业种的内容 完整无缺地带到现在式的话 那么记忆的种种资料 势必会毁损 会被破坏掉 那如果记忆的储存处 它不是不可毁坏 而是可以毁坏的话 那么所储存的记忆资料 也势必会跟着毁坏 可是既然文书大士 他有宿命名 可以知道 介贤大师 他是因为过去当国王 没有善待人民 没有同理心 没有好好倾听人民的疾苦 解决人民的困难 而有这一次病苦的果报 那代表什么呢 记忆储存处 势必有不可毁坏性 如果记忆储存处 是可以分割的话 那么介贤大师 他的因缘果报 就不能完整地呈现出来 如果记忆的储存处 它可以变异 就会使得前后的事件不一致 而失去因果关系 所以记忆储存处 他必须要符合这四种的性质 所以在玄奘大师的成为 事日里面所说的 可以穿越时空的第八世来战 是五死时来就存在的心 才符合这样的条件 因为第八世永恒存在 五死时来戒一切法等一 他不是被生的心体 他是本来就存在的心体 因为他不生不灭 所以永恒常住 所以可以完整地把 所有的记忆的内容 或者是夜种的等等内容 可以完好无缺地 从过去带到现在 乃至未来是 乃至我们所说的第八世来战 他是以无占据空间的形式存在 所以也可以称他是空 怎么样无占据空间的形态存在 他没有体积面积线段电的容量的问题 那第八世以无占据空间形态存在着 他所记忆他所储存的记忆以及夜种等内涵 势必也是以无空间形态的形式来记录 所以第八世所储存的 所有的记忆资料等等的 可以无量无边 而没有所谓空间不足的问题 所以如果第八世 他所储存的记忆内容 不是以无占据空间的形式来储存的话 那么势必要占据相当大的储存体 就以现代的电脑科技来说 再怎么进步的那一名科技 只要他以任何方式或是数位的方式来标记在储存器上面 那么我们人类大量的语言声音文字影音等等 数据也必须相对要有极大的体积才能够储存下来 所以第八世 他符合记忆永久储存处的性质 因为他不占空间 而且他永恒不坏 所以他是宇宙最大无量无限的记忆资料库 那他依他所储存的记忆以及夜种等等的内容 公平的执行因果法则 所以才有戒贤论师 他因为过去夜阴而有这一世病苦的国报的呈现 所以第八世 十项心才是真正能够超越时间空间的超意识心 超意识是意识吗 不是 超意识叫做第八世 它是涅槃的本纪 又叫做第八世 所以接下来 我们必须对于到底意识跟超意识的第八世 它们的差别在哪里 这就牵涉到八世论以及六世论的不同了 八世论跟六世论自古以来争论不休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讲座 就让大家有一个正确的基本的概念 八世论才是对的 主张八世论的大师呢 比如说吴卓 世青 护法 戒贤 玄奘等等的 他们认为 人都有八个新的心理结构 而且第八世永恒存在 不可毁坏 不可分割 不可变异 所以是永久的记忆储存处 所以能够公平执行因果法则 可是他执行因果法则的时候 他本身不受三界种种苦乐的这种境界 六世论片说 青变 狮子光 莫及多等等的 他们是以第六意识为佛法的根本 否定有第七世 以及第八世 而且呢 虽然表面上有时候说 意识是生灭的 可是他们会提出一个主张 还有一个不可知 不可证的细意识 以及细意识 它是长久存在的 它是常住的 可是不管是意识 细意识 极细意识 都是意识 都是可以了知的 因为 第六意识只能够存在一次 这次的意识陷阱 下一次 死亡了意识 这次的意识就坏灭了 而且它是可以被毁坏 被分割 被可以变异的心 所以它不可能 成为永久记忆的储存处 它是只能受因果业报 有苦有乐的生命心 为什么说 前六世都是可以分割 而且会毁坏呢 譬如说我们的感觉器官 如果今天我们的眼睛 以及大脑视觉区有受损的话 那我们的眼视 它能够辨别颜色的功能 就会受损 严重的话 就成为眼瞎 耳朵也是一样 如果今天耳朵的生理器官 或者大脑的听觉区受损的话 严重的话 可能造成耳聋 所以前六世 它是会毁坏的 那大脑也有可能会损伤 以及毁坏 造成失智 以及失能的状况 意识 它也是会断灭的心 在睡着无梦昏迷 全身麻醉 酒醉昏碎的状况下面 意识也是会消失 也是会坏 会灭的生命心 所以今天我们的眼视 耳视 鼻视 蛇视 身视 以及第六意识 它是可以单独 分割 存在的 譬如说 今天我们如果 眼睛的身体器官 或大脑视觉区坏掉 眼视坏去了 那我们还不可以 还可不可以听到 还可以闻到香味 尝到食物滋味 还可以感到冷热痛痒 还是可以 所以前六视是可以分割 被破坏的 一样 耳视 今天耳视因为耳根受损 耳朵还有它的听觉区受损 听不到了 可是还是可以看得到 还是可以嗅到它的气味 还是可以尝得到食物的滋味 等等的 或者是蛇视 蛇视也是会坏会灭 譬如说以现在新冠肺炎之后 有人得到新冠肺炎之后 嗅觉是不见的 闻到味道 或者是味觉 嗅觉就是 佛法里面所说的 鼻视 那味觉就是佛法里面所说的 蛇视 蛇视 有时候 那个 肠滋味也都没有味道 所以这些的心 这些的事都是会坏的 或是有人他 触觉丧失 所以身事也是会灭的 那么第六意识到底可不可以灭 这是个问题 六四论的问题就是出现在这里 我们待会慢慢再说 第六意识它也是可灭 可分割的心 因为这一事出现以后 下一次是不同的意识 所以它是可分割可灭的 或是说它是分断 时间出现 白天出现 晚上睡着 无梦是不是就坏灭了 那或者是他在 昏倒的时候 意识也会坏 也会断灭 乃至于我们现在常常看到在 我们有时候在看影片当中 有人喝酒喝到昏睡 倒铺在街头上 有没有 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被人家抬走了 卖走了可能也不知道 在酒醉在昏睡的时候意识也完全断坏了 那一般所说的全身麻醉手术全身麻醉的时候 手术都在歌啊 意识也无知无觉没有感觉到痛也没有感觉到紧张也没有感觉到害怕 所以他在这几个情况下面 请问意识还存不存在 不存在 所以意识 就是连意识也可以分割 也是会坏灭的心 所以可能成为 记忆的储存宿所吗 不可能啊 因此六四论 其实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在看这个影片很有趣 这人喝醉酒懵了 完全意识都断灭了 把钱包拿走 他知不知道 不知道 那时候意识还存在吗 不存在 那六四论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他们不知道佛法完整的心理结构 对于佛法所主张的 尤其是大圣佛法所主张的八四的心理结构 他们无法做正确的观察 所以对于第七四议根 他是做主的心 或是第七四议根 他可以借源大脑的记忆通道 令第八四流住所含长的记忆 以及夜种等等的内容 他们也不知道 那对于第八四是永恒存在 长久不坏的心 他们也无法去做正确的观察 以及分类 所以六四论呢 他们除了前五世 以及义世之外 他们对于超过前六世的心理状态 他们只能称为 细义世 以及 及细义世 那对于细义世 以及细义世 他也是无常法 无法做正确的观察 以及判断 所以就会产生 意识 是常住法 的一种 谬论 以及见解 那对于大圣佛法所说的 这个第八四十项心 他是不生不灭的心 他是永久的能常所常 职常的这个记忆的储存处所 他们不能够理解 也无法相信 也没有办法做正确的观察 所以因此就在佛法上面产生了 无量无边的争论 而导致很多修行上的疾虑 所以到底佛法说的八四论是对 还是六四论是对呢 诸位应该很清楚 那这样的正确之见识 其实是很重要的 其实在座诸位 你可能是初次听到这些内容 不太熟悉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概念 重大灵心理 我觉得也应该可以达到一些效果 所以八四的心理结构 才是完美的心理结构 如果主张人只有六四 这是有缺陷的心理结构 因为前六四都可以灭 灭掉以后 它就是空无所有的断灭空 也就是一切法空无 不是一切法空 空无 就是什么 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那如果什么都没有了 请问我们要修行做什么 所以佛法一定是谈有一个十项心 一直以这个十项心的本来自信 清净涅槃 来修行 来转移它 回归这样的心 我们才可能解脱以及成佛 所以第八四 它就是本来自信 清净涅槃 它就是涅槃心 如果主张一切法空 而否定有第七四 有第八四存在 甚至否定第八四 说第八四是生灭心的话 那它就成为断灭空 所以佛陀在入愣且经说 他说阿赖耶士又叫做如来藏 佛陀说阿赖耶士离无常过 离无常过说的是什么 阿赖耶士是常住心 他就常住的心 而且他离于我过 他没有三界你我他这些事 所以他自信清净 但是七四心它跟无名相应 所以它是生灭的心 可是七四心不能离开 阿赖耶士而单独存在 就像海浪不可以离开大海而单独存在 如果今天主张阿赖耶士是可灭可坏的心 那么这个就是外道的断灭剑 也就是佛法所说的第八四如来藏又叫做阿赖耶士 它是前七四出生的根本 因为境界风的吹动而导致阿赖耶士升起前七四的海浪 在那里波动翻腾着 但是第八四阿赖耶士本身 它还是如如不动 它还是永恒存在 这个叫做我们的本心 所以完美的生命心理结构就是八四论 那第八四是心佛众生三五差别 心就是指第八四 即使在佛成佛了 在凡夫众生为的这个第八四心 没有差别 因为什么本质都是黄金 只在佛地的时候 它的染污烦恼还有五米金断除了 但是在凡夫众生的时候还有七四心的染污烦恼 以及五米 可是本质就本质来说 第八四就是黄金 所以说三无差别 所以佛法是不分贵贱的 不分学士不分高低贵贱 是最平等的心 最平等的法 因为它讲到一个 人人都有一个本来自信清静圆满的心 在成为事论里面有提到 因为有这样的本事 第八四 它可以执持熏习 所以可以让我们记忆往事 可以认识境界等等 都依这个第八四 它能够储存记忆的功能 所以才能够有记忆往事 分别境界 以及因果轮回的现象出现 所以玄奘大师的成为事论八四规矩 送的八四心理结构 为现代认知科学 脑神经科学来六四论带来启发 那想要突破长期记忆的核心关键 必须认可 有意常恒 存在不坏不灭 储存大量记忆资料 等等的第八四性 所以第八四才是能够超越时空 是心智以及记忆奥秘的超越式的心 它就是涅槃的本记 又称为第八四如来启 那禅宗因为实证这个十相心 而说明了这个十相心 它的自信以及功能 不同于前七世的自信以及功能 所以六祖慧能大师 他开悟明星以后 他说了一句话 说了几个记 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他说什么 何其自信 本自清静 何其自信本不生灭 何其自信本自具足 何其自信本无动摇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说的这样的自信 是生灭法的自信吗 其实不是 都是在说开悟明星 实证第八四十相心的自信 其实跟维世学所说的是一致的 何其自信本自清静 何其自信本不生灭 就是维世学所说的本来自信清静 何其自信本自具足 就是学上大师所说的一切法等一 第八四具有出身一切法的功能差别的功德 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说的是 第八四它真实存在 可是如如不动于三界 现象界一切法 就叫做真如信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说的就是第八四具有原诚实性 所以不论是禅宗 以及维世学 都是所说 所要实证的都是在讲第八四 只是禅宗说的比较简单 因为他为了要广传 用比较简单的语言 让大家能够理解 玄奘大师西行曲经 他必须殿下 这个维世经教的依据 而且还谈到成佛之道的次第 所以势必 所用的文字 比较困难 可是呢 只有深浅广辖的差别 两者所说都在谈这个第八四 他才是真正宇宙生命的实相心 所以人人都有一个永恒 清静圆满的心 叫做本来面目 真心 本心 真佛性 第八也是就是如来藏 第二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